大家好 我們今天大家一起來關心 當然還是疫情的問題 我們這個 我們的政府在防疫這一部分 全世界跟俄陸 排名的話大概全世界可以排到第五名 可是現在我們除了防疫底下 要做的事情就是紓困 再過來就是振興 在紓困的這一部分 我今天給大家標題叫做 紓困的作業太慢 而且太不夠 我們先講 為什麼需要紓困 就大家噴到困難了 什麼叫困難的 我給各位個數字 我們看今天聯聯報的頭版頭條 就寫到 要五十萬個勞工可以貸款十萬 貸款的年期一千多塊而已 然後呢這裡面看自營工作的 自營工作的 他還可以這個補助 這個員工的事成心 等等的零零種種 他認為說他已經發了這個一千億 他認為很多了啦 這個是蘇貞昌講的啦 講的看起來都有在照顧勞工啦 可是我告訴各位我們先講數字 台灣的就業人口大概一千一百萬左右 大概人口的一半 那這些的就業人口其實服務業佔了七成啊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總共是一百四十幾萬家 有人講一百四十六萬家 有人講一百四十五萬家 就一百四十幾萬家 平均的故工人數 你如果算是五個好了 那就多少了 一百四十六乘以五 那就是七百萬的中小企業的 這些就是的員工 其實現在都苦哈哈的 那你有機會到一些中小企業去看看 最明顯就是你家的附近的這些的 餐廳啊 這個比較小食店啊 他的生理怎麼樣 有人講他業績一滑落兩層三層啦 事實上我們看的是大概只剩兩層三層啦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說 他這裡面提的是 就是對現有的自營工作的 就是類似當小老闆的 他補助你的洗水事成 然後呢 對這些的勞工呢 一個月就給一萬 然後可以給到三個月 然後七年就業馬上上工 而且是兩萬四啊 就比最低工資再多一點點 最低工資是兩萬三千八 今天看到是政府對勞工的這一塊 很在意 那我記得很清楚 禮拜一 我在財委會的時候 質詢勞動部長 勞動部長 當初啊 第一期的 我們的特別條例 他預算居然變零了 被罵得臭頭 他說欸 所以如果失業的話 我有救援安定基金 四十幾億啦 四十一億或者四十三億 四十幾億 根本是杯水車薪 大概這一次編了 三百一十億 好 三百一十億 我們支持 這個錢都應該要更多一點 那現在看疫情 在同樣是前天的時候 有委員問到了 如果說疫情不停 月底這個月 四月底會多少人失業 目前失業八千人 現在四月到月底失業一萬人 到年底 他提到的 如果到年底 五薪價會破兩萬人 事實上講的失業也就是兩萬人 那一般估算可能會到五六七八萬 甚至到十萬 就可以可見得現在的情況 是非常的非常的嚴重 現在可以這麼講 只有一些的產業 跟這個外送的有關的 電商的產業受益 這些的賣場受益 然後Seven便利商店受益 除了三四個產業之外 其他產業都是一塌糊塗 你不要看製造業 製造業 照理講影響應該是比較不大 可是因為受制於說 我要維持防疫安全的距離 那麼因此我的開工 有很多的限制 就是比起過來 也過去很大的限制 加上最大的市場是美國的市場 美國現在整個疫情這麼的嚴重 全世界確診人數超過一百萬 那麼他就佔了三十幾萬 三十六萬之多 那所以他的市場就得是快速在 這個需求大幅的降低 全世界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那些政府主要是做什麼的 他我剛才提到的 自營業包括參營業批發 零售業、運輸、常儲、藝術娛樂業等等的 這些都受影響 這些主要都受影響 那我們看到媒體就講了 媒體就很關心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政府為什麼對於多少企業要倒閉 這個員工失業有多少 他就不管估算 每一次問他們都不講 不講 事實上他也沒有辦法講 他說沒辦法講 你看這邊講 業者說要紓困借我們錢 要趕快不然我們快倒了 也有業者跟我們講也公開講 業者說你能不能政府下令我倒 因為我的營業有只剩下一層 剩下兩層 我還要付租金、付水電 還要付電話費 還要付員工的薪水 我能撐多久 我能夠撐多久 很多的業者這樣心生 但是如果我倒閉 現在四月份 他的房租在跟房東簽約的時候 可能一千是簽一年的 他現在倒閉的話 他後面的八個月的租金 還是要付 但是他們合約上應該都這樣定 如果是天然的 天災的 政府下令叫你倒閉 你可以不用付 你就付到四月份 所以他們說乾脆你叫我倒閉 那這樣子的話 我很多事情很好處理 包括員工千零工的錢 怎麼處理等等的 都有一定的處理方式 紓困 紓困 業者是說 看得到 吃不到 他們是說 要借趕快 不要讓我們倒 各位 你就知道 動作太慢 你看 現在講 我們現在第一期六百億特別條例 加上一萬幾期四百億 已經有一千億了 已經在路上可以用了 可是真正到老百姓的手上 有多少錢 為什麼老百姓這種感覺 說 我要申請 我要申請 比如說紓困 我就跟銀行講 銀行說 你沒有蛋白品 你蛋白品不夠 你信用不夠 還是一樣的一套啊 還是跟平常時候的借貸一樣 沒有說 因為現在是特別情況 給你貸款的條件放鬆 沒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沒有感受得到 要政府的政策實施下來 這是我們的業者 最大的一個困難 最大的一個問題 什麼的最大問題 所以我說 紓困的作業太慢 金額也太少啊 各位你可以看到 這個 各國在 各國在 紓困的時候 除其兆 撒錢不收軟 美國2.2兆 美金 這裡面有一項 我念給各位看 這個 美國 日本 韓國 新加坡 我們主要看美國 日本 他對於中小企業的放款 2,980億美金 2,980億美金 2,980億美金是多少 乘以 乘以30倍啊 對不對 乘以30倍是多少 50 應該是1兆了嘛 乘以3 10兆 他放款給這個中小企業10兆 好 中低收入的貸款 中低收入的等等的 是中低收入的 中低收入要發販現金啊 第二個 日本一樣 對於中小企業的 中小規模自營者 中小企業發現金啊 那麼 韓國對於中低收入的發現金 那麼新加坡 也對於中低收入的發現金啊 所以你就發現到說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 各國出其招 可是各國都有一個 共同現象 就是對中低的所得 他們本來就是所得低了 面臨到疫情 可能失業可能所得更低 他們都是用現金救急 這個才快 各位 這就是紓困 正義是另外 怎麼樣經濟發展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第三步 那現在紓困是有困難的 我先幫助你 我們對中低收入 他們現在說要發多少 要發1萬啦 有的人說要發2萬啦 等等的 有要發現金嗎 有要發現金嗎 我們很質疑啊 我們很懷疑啊 他講是這樣講 事實上 有嗎 我們這個當 國民黨提到說要發現金的時候 馬上執政黨說反對 行政院馬上 這個政務委員 馬上他說 平均發放現金紓困 我們並沒有說平均發放啊 他說不公平 你不怎麼樣 我們沒有叫你平均發放 我們就叫你發給受影響的重低收入戶 重低收入戶不繳稅的那些人 哈錢哈得要命 你光看這個台北市政府 一個工作機會出來了 說可以去做檢疫的一個相關的工作 比如說你去檢疫的人 你去追蹤他有沒有每天確實在家裡 檢疫隔離 就這樣的工作 臨時性的工作 搶啊 一千個工作 一下子搶光光啊 各位你就看到 現在大家是 普遍的重低收入戶是虛錢恐擊 這時候你還要用coupon券 各位都了解 coupon券的設計是什麼 coupon券是設計的是 你要自己發錢他給你折扣 你花一千塊他給你兩百五十塊 是這樣的設計 是這樣的設計 那麼他最多就給到一千 所以你花一萬 照理講是兩千元 不是一萬他給一千 但是最多你花四千他給你一千 就這樣子這個叫coupon券 到現在也沒有看到影子啊 振興券也沒有影子 振興券沒有影子 coupon券沒有影子 什麼影子都沒有 然後他現在條例又送過來了 要變成兩千一百億 然後加一加其他的融資 七千億啊八千億啊等等 各位那些啊是 那些錢在那裡都是要還的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迷思 政府有一個很大的迷思 他的紓困他以為做很多的 可是你發現到政府都是什麼 政府做的都是還缴 還缴 還缴 稅還缴 租金還缴 費用還缴 可是地方政府 比中央政府 阿薩利亞 我們不要講黨派好了 台北市政府 租金減半 租金減半 像房屋稅 地價稅 他能夠掌握的 有一些 Range他可以調整的 他把它降下來 減稅 減租金 減全力金 清清楚楚 看得到 我的選舉 就有一個個案 我的選民來找我說 他是向國有財產所租的地 要付租金 要付全額的租金 他租金只能夠說到 也到年底才交 還是要交 可是就在 隔 他的隔壁 是台北市政府的地 他的租金 就減半 我查了一下 幾乎每一個地方政府的租金 都減半 政府要收全力金 他們也幾乎都打車 就是在打車 那麼 中央政府這一部分 非常的抠門 非常的吝嗇 財政部啊 這個 當然你 往好多方面來想 你就說他是持家 他為了國家的財政 進途不落 可是現在要紓困啊 這時候 當你看到 美國一灑出來就是 2.2兆的美金 一下子給中低收入的人 現金 就是什麼 就是這裡寫的 2,900億美金 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 付現金 2,900億 2,900億 為什麼我們不能做啊 美國這樣做 日本也這樣做 然後 你也可以看到 其他很多的國家 一路這樣做 我要特別強調 是 對於 中小企業 對於 中低收入者 我們政府的照顧 太慢 太不夠 金額 我都覺得 對那些失業的 或者你要補薪假的 你就給他 給他的補貼 要補貼 基本工資嘛 你不能用最低收 最低生活會所需要的 最低生活會所需要的是 一萬二 最低工資是 兩萬三千八 而且他時間 也就有一段時間 三個月嘛 或者最多再多一兩個月而已嘛 所以其實 我們講的 國民黨人講的 要把現金 行政院就把人扭曲為說 我們好像要 光灑這個 做凱子這樣子 這樣光灑錢 不是的 國民黨人還是說 我針對中低收入付 針對中低收入付 維持他們的需要 所以 我們希望是 盡快的 把錢花下去 現金花下去 然後盡快的 再把規模再擴大 像政府說 我已經用了一兆 零五百億 那是騙人的 那是狂人的 其一切 它真正的就是 兩千一百億 因為原來的 六百億 加上現在要一千五百億 那勉強可以講的 再加一個 遺反積極四百億 所以呢 這裡面 來說的話就是 六百加一千 加一千五等於是兩千億 加上四百等於兩千五 最多你能夠這樣算 你不能把它算 這麼大的一個數字 所以 我在這裡 特別向各位來說明 我們也希望 這麼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 對於中小企業 對於中低收入負的照顧 快一點和多一點 先給我看